所以這龍蝦很簡單 我們就把它對拌就可以了 那其實這種帶殼的 等一下可能稍微把他的手腳敲一下 所以你烤好的時候可以剝開比較容易 那帶殼的好處是 他們這些殼其實就是在保護裡面的肉 會可以烤得很焦可以烤得很香 但是肉絕對不會烤焦 像這種小的魚它肚子很小 我其實會把它再剝開一點 讓它面積再多一點 所以說我們來一點檸檬 我們目前有淋的魚 其實它這種吃法就很特別是說 烤完以後它這個淋其實都會焦掉 那你焦到的時候其實就可以把它直接剝掉 所以你可以吃到裡面很嫩的肉 而不會傷到裡面的肉在烤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在淋點橄欖油是因為橄欖油這種東西 它增加這個肉的香味 但相對有時候在烤的時候 它其實會吸到很多醃的香氣 所以它吃起來味道會再更重一點 那我們來包一下那個魚好了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用繩子綁啊 或者是不綁 那不綁你這樣烤的時候 它一定會東西會掉出來 所以一定要把它綁起來 那綁起來呢 繩子綁也可以 一定要泡水 可是很容易會烤焦 所以我會喜歡用鐵絲綁 它絕對不會烤焦 那你烤完的時候 你再稍微把它剪斷就可以了 它這個龍蝦也可以給它淋一些 那龍蝦其實我會給它熱一點 那龍蝦其實我會給它熱一點 你看 它這個殼讓它有一點燒破的感覺 你看那個生蠔也在冒泡泡 因為開始冒泡泡的時候 意思是說它溫度已經跑進來了 尤其是剖開龍蝦 我不喜歡把它另外一面放下來 很多這些很好吃的汁都會滴掉 那你這樣其實會保留之怕 其實最快的方法就是 看那個肉是不是透明的 像他剛剛講 很多海鮮它肉其實還沒有 還是生的時候它都是透明的 熟的話它其實肉就是白色的 魚的話你剝了開也就是熟